美國各地報告的中共病毒感染數量增加 呼吸機短缺已成為嚴重問題 感染中共病毒的中症患者會失去自主呼吸能力 需要人工呼吸機來幫助呼吸 美國總統川普週日表示 美國汽車製造商福特、通用和特斯拉已獲得批准 可以生產應對中共病毒爆發期間所需的人工呼吸機和其他物品 川普在推文中說 福特、通用汽車和特斯拉被批准製造人工呼吸機 和其他產品 快一些 汽車行業的高管們趕快行動 讓我們看看你們能做得多好 這三家汽車製造商之前都表示 願意與政府合作 生產醫療用品 福特在週三晚的一份聲明中說 作為美國最大的汽車生產商和頂級的汽車製造商 福特隨時準備盡我們所能幫助政府 包括生產人工呼吸機和其他設備 福特已和美國政府初步討論了可行性 通用汽車也表示 正在研究是否可以生產包括呼吸機在內的醫療設備 特斯拉首席執行官埃魯馬斯克也回應 如果出現短缺 將製造人工呼吸機 通用和福特共有83家工廠 因中共病毒危機而暫時關閉 這些大型的汽車製造商除了擁有龐大的製造場地外 還有龐大的供應商系統、製造塑料、金屬零件以及電子零件 他們也有著解決製造和物流方面複雜問題的 專業運作和經驗 新唐人記者劉漢英綜合報導 臉書 新唐人記者劉漢英維